3、2、1 TOP Alma HP-80 离开 台湾第一颗自制气象卫星 裂缝者卫星 在台湾时间9号上午9点36分 从南美洲法属贵亚纳的太空中心发射升空 在火箭发射后约54分钟 裂缝者卫星成功与火箭分离 进入轨道 然后我们正确定 分离到TOS-2和FORM-77R 接下来预计裂缝者卫星将在发射后的第680分钟 也就是台湾时间9号晚间8点56分 第一次通过台湾 将与台湾地面站进行首次通联 裂缝者卫星计划国内自治的占比达到82% 能够测量海面上的风以及台风强度 让气象预报更精准 裂缝者卫星在同级的这样的卫星里面 相关的这些卫星它的效能是最好的 我们总共可以接收同时接收8组 跟现在最厉害的大概只有4组 在这么短时间可见我们国内的产业的杂食的基础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发文庆祝 表示未来政府会透过第三期太空计划 在10年内投入251亿元 和民间携手共同推动太空产业链发展 台湾制造不仅能站上国际 也能飞在天空潜入大海 更能飞向太空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汉张启林 整理报道